行走江湖,不可不知的七条人的本性,尤其是第五和第七条,这个视频太现实,太残酷,太扎心,一般人不敢说,我冒着作品被下架的风险,也要告诉你,让你少吃亏,一定点赞收藏起来,反复领悟。 一,人性都是蹬鼻子上脸的,一味忍让,换来的是得寸进尺,一味包容别人,就会肆无忌惮,太遣就别人,别人就会变本加厉,为难你,太容忍别人,别人就会得寸进尺地伤害你,如果你的热情得不到回应,要立刻停止,不亏待每一份热情,不讨好任何冷漠,人不能惯,越惯越混蛋,情不能盼,越盼越心寒。 狗,不能喂得太饱,人,不能对他太好,能轻易得到的,都不会觉得有价值,得之不易的,才会更加珍惜,怎么也得不到的,才会铭记于心。 二,人性好坏之分,根本在于利益,你能给他带来利益的时候,他的人性就是善良的,你不能给他带来利益的时候,他的人性就是自私和冷漠的,当你拿走他的利益的时候,他的人性就是险恶的, 所有的关系本质上都是靠利益来维系,一旦遇到利益冲突,任何关系都会立刻现原刑,当钞票站起来说话时,所有的真理都吓得闭上了嘴。 第三,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,比如一个男人穷追不舍地追你,海诗山蒙非你不娶,你怎么样才能摆脱他呢? 其实很简单,你只需要跟他说,哥,我破产了,负债一百多万,我愿意跟你一起同甘共苦,说完你就看吧,这男的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你了。 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你身边的任何人,包括你的子女在内,不到死后,永远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底层是多少,永远不要让他们抛空你的腰包,否则,一旦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个只会给别人添麻烦的废人,所有人都会远远地躲着你。 你要明白,你手里没把米,换鸡,鸡都不会过来。 第四,人性都是疑神疑鬼的,你说得在真实,对方都会怀疑,所以,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眼见为实,最关键的就在钱上,对方该得一千,你就给他一千,本该明天给的钱,今天就提前给他,这样做三次之后,他这辈子都愿意追随你,钱是收买人性最有效的工具,其他都叫废话。 第五,人性是虚伪的,说一套做一套,说的时候信誓旦旦,遇到利益当前时,可以把你出卖一万次,但不要在那种喜欢装的人面前去拆穿他们,这些人狭隘自负,一旦被拆穿,就会疯狂地报复你。 一旦遇到那种小毒鸡肠,道貌岸然的小人,你静而远之,越远越好,如果有人夸你,笑笑就好,不是有阴谋,就是有所求。 有些时候,当面把你夸得天花乱坠的,往往背后是诋毁你最狠的,除了你父母,只有钱,最值得相信你身边的大多数人,其实都是在你面前表演而已。 第六,人性都有极度之心,一个人在饭堂排队打饭的时候,最欣慰的不是前面的人越来越少,而是后面等的人越来越多。 你朋友想用钱,李嘉诚有几百亿,不借他一分钱,他没话说,你有八千块,不借他两千块,他背后就会骂你不够意思,人类羡慕的是富豪榜上的富豪,极度的则是身边人比自己好。 所以,对任何人都要保留百分之三十的神秘感,走得太近了,掌握你的软肋,他就知道刀往哪里捅了。 第七,人性都是欺软怕硬,你不强硬起来,就只有被欺负的命,你退了一步,他就会跃进两步,不会因为你背后是悬崖,他就止步。 比如,你天天给一个乞丐十块钱,有一天你突然给他一块,他立刻心里就会不爽,甚至会在心里骂你不讲诚信。 你天天只给他一毛,突然有一天给五毛,他会把你感谢的热泪盈眶,所以人性面前,你那点善良简直不堪一击,不是我们要对人绝情和狠心,而是我们需要保护好自己。 你认为我说的对吗?评论区留言交流。 转发